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兩件事都關於一些地產商 或者叫做李嘉誠 好不好 首先想跟大家講講 其實內地現在的經濟是非常OK的 大家其實走回內地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回內地 去過不同地方去逛逛看看等等 這些經濟是OK的 但是經濟是OK的時間 李嘉誠有343間的 Watson市國內分店 全部倒閉執了 為何呢 他幾乎每天執一間 那是否國內的朋友不再支持李嘉誠呢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還有就說香港這些地產商 那些叫做新家縮水等等 有很多黃媒就用這些情況 然後抹黑我們國內的經濟環境 和經濟狀況 到底他們是怎樣抹黑的呢 我們都一起去看看 他們的抹黑手法是怎樣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 訂閱 文傑 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在一些外國的媒體那邊 很搞笑 中國內地現在出現了一些倒閉潮 是商店倒閉潮 怎樣叫做商店倒閉潮法呢 他就以李嘉誠作為一個 他整個叫做蝙蝠 就說了 李嘉誠旗下的跨國藥莊集團 很大呀 叫做屈臣市 2002年的時候 關閉了343間的中國門市 接近每日關一間 創下了他們業績內 九年以來最差的成績 他那些員工在網絡上面 大聲就說收入大幅減少 接著他們引述內地的一些新聞媒體的大感 他們引述完之後他們自己亂寫 他說在內地的新聞媒體 4月8日的時候有一個報道就說 全球最大的保健美容零售商 就叫做屈臣市 一直都是李嘉誠所創辦的 長江和記的現金奶牛 那即是說什麼呢 好過開銀行有人指 直接給我的現金 他說自2015年開始 屈臣市中國店鋪的零售額 開始走下波 開始少了很多我們國家的人民去支持他 在2022年更加創了九年以來最差的一年 報道裏引述 屈臣市的母公司長江和記實業 2022年的財政數據裏面就說 屈臣市2022年的全球 總營收減少了百分之二 直到1696.45億港元 他們計算那些稅息的折舊 炭銷錢營利等等 一年減少了百分之十一等等 去到143.09億港元 創了2020年的新低 其次就是屈臣市在中國市場的營收 就是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三 去到175點差不多8億左右 那些折舊、炭銷錢營利等 減少了百分之五十九 去到只有十億 是屈臣市中國的近九年以來 最差的一個成績 他們關閉了一共343間的分店 平均算起來基本上 一年365天 他關了343間 即是關了一日關一間 厲害 而且店舖的數量亦出現負增長 不斷萎縮、不斷減少 屈臣市進入中國市場以來 33年第一次停止擴電 即是停止開店 你知道啦 甚至乎他 李家長子連常委位置都補不了 這樣也很合理 對不對 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 屈臣市平均 每年在中國增加門市超過300間 現在單店營收其實持續下降 即每一間店舖營收持續下降 2021年平均單店營收只有544.87萬 大約是2014年的一半 2022年平均單店營收更加是 再減百分之18.3% 即是減多100萬 OK 微博的一些叫做賬號 要跑跑跑快點來 在微博的話題裏面就說了 屈臣市2022年平均一日 撿一間店舖 屈臣市北京的庫房都撤了 即是說他們的公司都撤了 營收下降導致做屈臣市 做李嘉誠旗下的員工的收入都大減 有一個2013年入職的員工就表示 在2014年2015年那時 我入職了兩三年 那時一個月都拿萬多元 現在不行了 那些叫做commission 只得2000元而已 有一個月的commission 只得幾百元而已 但是問題是甚麼呢 有些消費者在很多個不同平台裏面 對於屈臣市的留言 都是說服務差 態度差 那些東西貴 是湯死牛 那你就可以見到其實 屈臣市這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進步過 都是吃老本 那所以你就倒閉了 我們中國的消費者 是最誠實的了 哪裏的東西好 哪裏的服務好 哪裏的態度好 它們就去那裏 缺一不可 是吧 當然啦 當然啦 都要加上一些其他東西 是吧 2014年的時候 做了些甚麼之後 然後拿了些甚麼呢 我不需要多說 是吧 根據這個每日經濟報的報道 除了屈臣市家 六峰 旭二馬 法國的 歐上集團 日本的高度屋等等 很多間的跨國零售商 他們的實際業務 在中國的成績 亦都是相當之慘淡的 那即是 代表著些甚麼呢 大哥 它可不可以不好 說些不說些 實際業務是 電商呢 電商呢 好到飛起 加零一 是不是呢 很多現在中國的實體店 基本上 第一當然是要做生意 第二 基本上拿來做showroom 他們看完 很多時候都是 再看看其他店等等 跟著它抹下了它 然後怎樣 在現場買嗎 網上下單 很多都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實體店是否重要 可以說重要 可以說不重要 實體店的生意 是否重要 都可以說重要 可以說不重要 但問題是 如果對比網絡的生意 哪個重要 當然是網上 大哥 無地域限制 是不是 做多少 有多少 很厲害 對不對 他們說 他們的業績相當慘淡 用什麼去說呢 就說 玉爾瑪 2021年關了32間 加禄鋒 2021年關了26間 2021年發生了什麼事 COVID-19 新冠肺炎 接著 沒有人敢出街 當然也有封控的情況出現 那 實體店 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還是不明智的選擇 明智到爆氣 但是2023年 我看到的是什麼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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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實體店 開 我自己也想開兩間 在國內 不是開玩笑 真的 因為你看得到 各方面的東西都復償了 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然後很搞笑 他引述 一個 即是外國媒體 引述了一個 2021年受訪的民眾 就說 不行 廣州的營銷不行 很多店鋪都關了 黃虎井 那些都關了 部門街 沒有店鋪 很慘 賺不到錢的 他那時候 是什麼時候接受訪問的呢 2022年 2021年未來 還是2022年 接受這個訪問 他可以引述回來 好厲害 這些就是外國媒體 這是美國的 不知道什麼 沒有什麼希望的聲音 OK 接著 第二個報導 就說 新冠肺炎 令到很多不同的房地產 都造成一些影響 還有加息 那個報導就說 香港主導的地產 四大家族 包括 包括詳實的李嘉誠家族 新鴻基的德盛家族 行基少業的李兆基家族 新世界的鄭兒童家族 股票在過去四年裡 下跌了最少三分之一 市值 蒸發了500億美元 那麼多 這個是台灣那邊 台灣那邊的一些報導 他引述一些金融時報的消息 就說 根據一些學者的指出 就說 現在絕對是地產界最難捱的時期 因為房地產下滑和2019年 有一些打擊經濟的抗議活動 記住 那些學者 專家 教授 金融時報 那些洋人學者 他們怎樣形容2019年 2019年 是打擊經濟的抗議活動 那你就知道那些人的抗議示威 暴亂 是對香港好 還是對香港差 真的 真的 我早兩天才跟圓的朋友討論 就是 他想對一個人好 和他對近一個人好 是兩回事 和對他好不好 是兩回事 譬如有一個人的認知範圍 是認爲 或者知道 他的學習是說 嬰叔好東西 那怎樣 他每天餵兒子吃嬰叔 不用一年半載 那你知甚麼事 但他原意 他的認知 是以為嬰叔是好東西 所以才給他吃 但這些究竟是 想他好 還是在害他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班人 其實現在的洋人都說 這些是打擊經濟活動 很明顯 是傷害我們的香港 對不對 跟著 英國那些殖民地時期 其實不是 英國管治時期 曾經製造了一些政策 只有 少部份財力熊厚家族 才可以在政府拍賣標上 拿到土地 過去十多二十年 那些房地產 指聲不跌 推動了這些家族 向零售 向基礎建設 其他不同的地方 擴張 但是 在去年 開始房地產銷售下降了 百分之四十 住宅業務的價格 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五 背景下 新鴻基新世界的利潤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六 行基少業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九 而香港首府李嘉誠創立的CKSS 去年的利潤只是增長了百分之二 而在香港和內地的房地產銷售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他們就說 這些影響是非常之大 2019年這些 香港發生的打擊 其實都影響到這些商界巨頭的政治力量 例如李嘉誠的長子 唱實的董事長李澤巨 三月的時候 沒得再做政協常委了 他說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 甚至乎 有很多政治研究者就說 很奇怪 雖然李澤巨在新聞裡 就說他已經擔任了政協常委二十年 有很多方式去報效國家 但是這個舉動其實就象徵著 李嘉在北京的影響力 銳減 約翰佛普金斯大學裡面的中國政治 一位教授就說 基本上這些可以顯示得到 是北京對他們的不順人 也體現了現在 不想他們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很明顯 為什麼不想他們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大家心裡都清楚明白 意思是上 北京的方向其實 政協方面是減了很多人 即是減了很多人手 減了很多人手 那幾樣東西 就是 都想精簡多些 第二就是都想做得更加之好 我覺得是我們國家這個政策方向 是很好的 是很好的 不知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希望大家在影片結束之前 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鍵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